在这所学校 男生会给每个女生的颜值外表打分排名 最美的翘臀 最美的男子 最佳打扑克对象 即使是充满侮辱性的标签 女生都丝毫不敢做出反抗 只能任由别人评头论足 可新来的黑妹不一样 具有反抗精神的她 不仅敢和老师辩论种族问题 对于校霸的调情 也都勇于拒绝 可这也把校霸给得罪了 直接就往她的可乐里 吐了一大口口水 为此黑妹跑去找校长投诉 但校长却觉得 校霸作为学校里 最优异的橄榄球队长 不可能做出这种举止 当场就否认了黑妹的控诉 与此同时 目睹了全过程的小金 找到黑妹 让其不要理会校霸 可黑妹却说 小金有所触动 她向妈妈问起 16岁的孩子在乎什么 妈妈是这么说的 原来妈妈曾经是 女权组织的代表 学生时期时 在为所有女性打抱不平 小金深受触动 如果有人愿意站起来 为学校里的 所有不平等事件发生 那么每个人 才能获得真正的平权 而很快 一年一度 为女生排名的时间到了 男生们兴奋地 看着排名名单 调侃着每个女孩 被侮辱的女生坐在一旁 满脸都是不高兴 而黑妹因为得罪了校拔 被选为最讨厌的女生 她去向校长投诉 可换来的又是一次无事 小金甚至什么事都没干 就被评为最乖的女孩 这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女生们就接受了 这样的名单 并对此毫不在乎 小金感到很愤怒 当场就气得回家 身材最辣的女生 最胖的女孩 年度最佳公交车 这是这所学校里 每个女孩所对应的标签 而小金越想越气愤 她必须发起一场女性革命 控诉包括校霸在内的霸凌男生 为此她制作了革命手册 只要有人想加入组织 就可以在手背图上星星标志 她复制了一大份手册 投递在学校女侧里 试图吸引女生的加入 可这份革命手册 却传到了校霸手中 因为手册内容直批校霸 这让对方误以为是黑妹对其的抱负 当着全班的面 就将黑妹侮辱了一番 等到第二天上学 小金在手背上涂上了星星标志 期望能有女生一起加入 可去到学校 她看了一圈下来 都没有看到女生涂上标志 气馁的小金只好把手揣进兜里 生怕被人笑话 她去到厕所想要洗掉标志 却没想到 几个来洗手的女生 居然在手上涂上了星星标志 原来这场革命 已经悄然的在半数女生中开始了 所有受到侮辱的女孩 都涂上标志加入了女性革命 就连黑妹也不例外 甚至还有男生 也跟着加入了进来 可即便如此 不公等的事件还在上演 有个女生穿着背心上课 校长却近来批评她穿着暴露 明明另一个女生也穿着背心 凭什么自己就要被批评 校长没有直言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一旁的男生在那偷笑 就连老师也在调侃 为此 小金又发起了一场活动 让女生隔天都穿着背心来上课 果不其然 活动开展得很顺利 参与革命的女生 全都身穿着背心来了 她们昂首挺胸 自信且潇洒地走在路上 可唯独一名亚裔女孩 却穿了件帽衫 亚裔生活在国外有多难 女孩想参加一场女性革命 穿件背心去上课 结果却被妈妈严厉指责 你一个女孩子穿着这么暴露去上学 是什么意思 万一穿了件背心被学校开除 那可就上不了大学 当不了医生了呀 女孩说不过妈妈 只好穿着 和女同学们格格不入地冒衫去上学 而来到一年一度的荣誉运动员提名现场 身为球队队长的校霸 更是直接当上校长的唯一提名 黑妹不服 凭什么同样优秀的女足队长 就不能被提名 难道就因为是女生吗 她鼓舞着女孩们 为女足队长投票提名 可到了荣誉运动员的评选时刻 女孩们本满心期待 觉得女足队长必能当上 却万万没想到 校霸早就被校长内定 还拿下了一万美元的奖学金 看着满脸失望的女足队长 女孩们无意不难过 小金不敢相信 大家平权了这么久 却换来这种结果 而几天过后 小金在女侧发现一封匿名信件 里面是一位女孩的诉说 说自己遭到了校霸的强奸 她希望女性革命组织能为自己发声 小金大受震惊 她决定在学校大门的地板上 写出校霸的肮脏秘密 并让女孩们在上课铃声响起时 走出来未被强奸的女孩撑腰 等到第二天上课 铃声刚响起 所有女生就一拍桌子 从客室里走出大门 就连男老师都画上了星星标志 加入了这场革命 此时所有女生都站在一起 而小金也终于鼓起勇气 站出来表明了自己是组织发起者 她一番激励鼓舞着所有同学 女孩们也纷纷向其表示支持 而那名被强奸的女孩 也大胆地走了出来 爆出了校霸的秘密 她大声耐喊着 把憋在心里的所有痛苦 统统发泄了出来 而其余的女生 像是心连着心一样 也跟着一同奈喊 最后 校霸受到了承诫 被勒令退学 女性革命 迎来了最理想的结局 正是因为社会上的 种种不平等对待 才会有女生站出来 为自己争取一次平权的机会 他们不想被男生标签化 他们也想正经地参与一次竞争 他们更是希望 像个女孩一样 不再是贬义词 像个女孩一样勇敢 像个女孩一样强壮 这才是我们想听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女生要革命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